非常榮幸今天可以跟各位在這裡一起探討、分享一些生活經驗 我想在座也有很多位都在社會當中很有經驗 而且我想對我們的社會非常的瞭解 我在這邊不敢說跟各位談一種大道 分享一些經驗可能對大家的生活都會有幫助 那當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相信這邊絕大多數的朋友都是中道氣功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你們現在練中道氣功有氣感的情緒是什麼 有沒有氣感 不用客氣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氣感是越年輕練越容易有 可是不表示你年紀大了現在開始練了 就不容易有 這個方法對有人心就會有 那氣感其實呢 既然因為我看到你們中道氣功 各位在練氣 其實各位就是一個非常有福分的人 有福分 有德性的人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有人是一輩子連氣是什麼都不知道 我講的不是呼吸那個氣 是我們身體裡面那個氣 有人是一輩子都不知道 有人是連聽到了都說這個東西不可學 這非常的遺憾 這非常的遺憾 可是各位願意來練氣 跟著顏老師練 能夠也得氣了 這不得了 我希望各位呢 大概在很短的時間都可以有這種氣 氣的感受 當你有氣的感受 我相信現在有氣感的人 當他第一次有氣感的時候 這是什麼 如果把這種感受往前推2000年 你想想看 當你氣來了以後 身體裡面的感受 不是你想要的 不是你想說我要怎麼樣 而是它自動來的 2000年前的社會 那是農業的社會 我在猜 因為我不知道 我猜 第一個反應就是 神來了 但是這個神來了 各位在哪裡看得到嗎 在現在的廟宇裡面 很多堂基 對不對 堂基一來 你看它是不如自主的 起雞 那個起雞 跟你在練氣功的系 他那個是他自己 不以為自己人 他沒有覺知 很多人起雞完了 再醒過來 問他剛剛有沒有 不在 可是你們練氣功的話 有氣 氣來的時候 一樣起雞啊 但是你的心裡面非常的清楚 那這個呢 我們在下面 六講裡面 有幾次我們會提到這個 然後我們也會再深入的去 看懂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 一開始 一開始我要談的 今天這個要講的重點 其實有兩個 一個就是 功聲實踐 功聲實踐 就是各位現在在做的 你願意來練氣 你同樣的你可以去跳 我們可以看到大陸的廣場 你可以到這個公園裡面去跳 現在有很多層間的運動 但是那些都不會有 那些運動 都可以對身體有幫助 但是不會有氣 但是你如果是練 什麼 外單功 練太極拳 練 嚴老師現在教你的功 這些是會有氣 除此之外呢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等到你開始有氣感了以後 我今天要告訴你 生命是非常寶貴的 你就會開始想說 你就會開始想說 我希望長寿 而這一些 都跟現在的社會 有很密切的關係 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剛剛講到 工生實踐這件事情 其實 不管你是走哪一行 工生實踐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什麼 它完全符合科學精神 非常重要的 我們的古代的祖先 它的所有的知識文化 都是工生實踐 產生的 可是我們現在的社會 學生教的 如果各位想想 我相信有很多城市教育 我們的學生都不工生實踐 但是你們都在努力的實踐 怎麼可以知道 這是一種工生實踐 我們就從什麼開始 我們呢 就從一個 近代物理學的電子 開始 近代物理學 我剛剛講到的電子 各位呢 開電燈都知道電子 我不知道這邊有幾位 上過理工課 那 沒有關係 我會做一個簡單的 很快速的介紹 電子呢 大概在 電子呢 大概在三個世紀末 三個世紀初 就是 1900年前後 西方的科學呢 非常快速的發展了 三百年 兩百多年 三百年的以後 從流動力學一路下來 我們叫做普典力學 對這個自然界 我們看到的東西呢 可以分成兩種 一個叫做物質 就是有重量的這些東西 另外一種叫做粒質 叫做光波 叫做波 所以像光波 像水波 它的行為像波 所以大概呢 物質總是可以被驅瘩的物質或波 但是非常快的科學進步 詳細的研究以後 很快的就進入了所謂量子力學的概念 不過這邊再講的量子力學 叫做古典量子力學 量子力學說 所有的這些粒子 光子 電子 原子 都可以用一個微風方程 去表示一個波函數 所以在理論上 都認為所有的物質 都具有波的性質 所以在這個 在上個世紀的頭 這個叫做 所有物質的 這個玻璃二元性 那在那個時候 電子的質量 大概已經可以被計算了 已經可以很精確的計算了 所以都認為電子是個粒子 帶電的粒子 這個現象呢 既然理論上認為它是波 它具有波 可是實際上它卻是一個粒子 怎麼證明呢 各位可以發現 在西方科學 是一代一代的 我剛剛講的努力實踐 你們就會看到 一直要到了1927年 現在一個Thompson 他就用了什麼 用一束電子束 去打在鋁片上面 就可以看到一個 繞色的現象 這個繞色的現象 其實只有在波的情況之下 才會發生 所以這一年 這個研究 得到了37年的諾貝爾獎 它證實了電子的行為 可以 電子是有重量的 它是一個粒子 但是它同時具有波的性質 可是 這樣故事並沒有解釋 為什麼 很多人就開始懷疑 電子表示波 但是以當時的技術來講 你不可能看到一粒電子 你不可能看到一粒電子 你用的是一束 那一束東西就像水嘛 水越來越小 水給它裝一個杯子 倒出來好像一粒 一群水就是波 所以認為這其實是一個 一個群體的一種效應 各位現在看 已經拿了諾貝爾獎 那麼在物理學界 還是有很多人在爭論這個問題 這就是西方科學研究的精神 這個問題要到什麼時候 開始得到答案呢 一直要到了2013年 一直要到2013年 我們現在的科技可以開始 產生一個一個的電子 同時我們的偵測器 物理偵測器 也可以偵測電子 一個一個把它放大出來 一直到了2013年 所以我現在給各位呢 剛剛講的一對話 順便看看一個 也休息一下 看一下呢 這個可以幫我超領結這一款 看一下五分鐘現在的2013年的實驗 不過它是一個動畫 各位也可以趁機了解一下現在的科學知識 是之前可以接一個動畫 吸引一個動畫 深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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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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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